我们今早会前往湿地 进入一块非常特殊的湿地 叫做草原昭泽 每年的这个时候 你都能看到纳特富勒在属蝴蝶 这位萨莱特自然中心的主任 需要统计米切尔眼蝶的确切数字 从而帮助保护它们最后已知的栖息地之一 这种蝴蝶对栖息地很挑剔 所以它们很罕见 也是当地水质的一个准确指标 今天密西根州自然特征名录的动物学家 阿什利·科尔维克也在帮助纳特技术 当我在2013年开始研究蝴蝶时 我们有18个种群 但是到2019年我们就只有10个了 也许只有一两个种群是可以继续繁衍的 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我们说我们只剩下10个种群了 但今年我们在一些地方只发现了两个 找到翅膀上有金色环状像眼睛一样斑点的棕色小蝴蝶是很困难的 它们十分罕见 1991年 米切尔眼蝶被列入濒临物种名单 人们最初认为湿地的减少是导致它们减少的原因之一 这些线索似乎表明蝴蝶减少不仅是因为栖息地减少 这还涉及地下水流入湿地的地下水的数量和质量对蝴蝶来说似乎是一个挑战 一切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 米切尔眼蝶数量的减少很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水质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这一事实令人不安 因为湿地是中西部河流和小溪的源头 四年前 突来多动物园启动了一项人工饲养项目以揭开谜团 今天该项目的主任瑞恩·沃尔什博士表示 这是唯一一个成功的人工饲养项目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人工饲养栖息地 我们偶尔会收集它们为人工饲养的种群增加新的基因 我们能够培育大量的蝴蝶 那些不留作人工繁殖的将被放归野外 毛虫在一个特殊的天气控制房里过冬 这有助于确保米切尔眼蝶 能够在4.4摄氏度以上的温度中生存 因为在4.4摄氏度以下 湿地会冰冻 从而杀死米切尔眼蝶 有了这些知识 蝴蝶培育项目今年夏天生产了1300个新卵 这一进展可能对恢复种族数量大有帮助 如果一切顺利 也许有一天米切尔眼蝶 可能会离开濒临物种的名单 美国之音希莱斯特 密西根州本顿港报道 re 这份料标 swinging 中国这些地方口还记得找到 最后我们对阳ミ撞的这一条 这篇地方能够有时 感谢观看